哈喽我是Sheryl 小伙伴们好久没见啦 周末好呀 今天跟大家一起逛个Costco超市吧 现在多伦多呢 基本上要入夏了 天气非常非常好 我最爱的季节又到了 进来看到猪肉干 16块9毛9 必须来两包 这个非常的好吃哦 有9块9毛7的地毯 这种呢是放在浴室里面的 非常长 真的很划算这个价格 我也买了两张 古物的能量棒 11块9毛9一盒 有两个味道 没吃过拿来试试 39块9毛9 这个呢是一个干发酥 有好几个头 我用了一下觉得还挺好用的 而且这价格买不了吃亏 买不了上当呀 即食的海草 8块9毛9 这个也很好吃 来一个 Costco的虾 17块9毛9一公斤 我特别喜欢这个虾 肉质非常好 很饱满很紧实 也不会那种烂烂的 这里有20多块钱 每次必买的小番茄 6块9毛9 还有这个面包 它是5块9毛9 有这么大一袋 特别特别划算 可以拿来当早餐 青瓜 2块4毛9 里面有三根 这个现在算超便宜的价格了 6块9毛9一袋的生姜 Costco越来越多 华人的食物了 这一袋还不错 家人最爱的饼干 5块4毛9 在做特价中 也来个两盒吧 走到这边 就是每次必买的牛奶啦 我们要走到最后去 每次呢 我都会来买两袋 因为现在一个月 才来一次Costco 但大家不要看着 我这个视频的价格呀 因为这个呢 现在已经有新一轮的减价了 所以大家还是 以最新的为准呢 拿两袋 纸巾也在做特价中 这个牌子我觉得还挺好用的 纸质挺软的 也来一个 囤着吧 19块9毛9 这个是羊肉串 我第一次见 家人喜欢吃 来一串试试吧 13块4毛9的饺子 这种饺子呢 不是那种传统的中国饺子 它是鸡肉馅的 有点甜甜的 但我觉得拿来做午饭也挺不错 旁边呢 是小笼包 14块9毛9一盒 里面有6包 每包有6个 也是拿来做早餐 或者有时候做午餐 非常的方便 订三分钟就可以咯 酸奶呢 每次也要买第一 长载4块9毛9 这个无比便宜呀 我平常都会吃一根这个 然后再配鸡蛋 还有那个番茄豆豆 13块9毛9一袋的咖啡豆 也来一袋吧 鸡蛋区 每次来都要买一大堆的鸡蛋呢 这个呢 是普通的鸡蛋 要来三盒吧 然后这种走地鸡的鸡蛋 7块9毛9 也来个两板 这样一个月的鸡蛋就差不多啦 5盒 8块4毛9 家里的蜂蜜快没了 就买一个吧 不过为什么没有看到以前的牌子了呢 15块9毛9 由头新人救星 也要买一个 还有这个润喉糖 也买了两包 总共就是这么大车啦 大家猜猜 这一大车 最后花了多少钱呢 现在加拿大的物价我真的想都不敢想 然后油价也是都飙升了 答案公布是389块8毛3 你猜对了吗 是不是觉得贼贵呀 反正我是觉得这个物价真的感觉都活不起了 而且现在去哪里都要看看油价 因为去远的地方吧 就觉得好心疼油费呀 倒不如搭go train 或者是搭公共交通去 还更划算一些 夏天到了 在大多人多地区居住的小伙伴 你们要是有什么推荐的地方啊 商场啊 户外的地方啊 都欢迎告诉我呦 想知道更多珍视的加拿大 记得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见啦 拜拜